晚上好 我是家訓 反彈位一個阿占巴基的超額持股風波越滾越大 推特從週四開始就出現逮捕阿占巴基的標籤 同時還附帶一張印有Romba SPRM字眼 和阿占巴基頭像的海報 但此Romba非打搶的Romba 而是改革反彈會的意思 另外海報上還有一串日期和地點 也特別引人注目 根據透視大碼報導 有一群來自不同組織的人士 打算在1月22日舉辦街頭抗議 要求逮捕阿占巴基 並透過推特動員民眾參與 該團體發言人向透視大碼說 目前暫時會選擇匿名 時機到了就會公布 另一邊鄉 國會反彈烏特委會主席萊士雅丁 今天在國會召開記者會時說 在接受調查的阿占巴基應該休假 這是慣例 不過他也補充考慮到故事 也曾有更高級的官員涉及案件被調查時 並沒有告假 因此他認為阿占巴基休假與否 將交由公共服務局來做決定 另外來士雅丁也指出 阿占巴基的事件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 而阿占巴基本身願意接受調查 那就讓他向警方、政宣監督委會、公共服務局等單位 解釋真實情況 大馬加快接種加強劑計劃 截至昨晚11點59分 我國已經累積接種將近900萬劑的加強針 放眼在下週突破1000萬劑 衛生部長凱里說 有了加強針和現有的防疫SOP 即便我國的Omicron病例增加 醫院的容量也能夠受到控制 另外關於大馬核實進入地方性流行病階段 國防部高級部長西山穆丁今天披露 目前五國已經進入國家復修計劃的第四階段 政府原定在本月初公布進入地方性流行病階段 人因為Omicron變種毒株 以及反國者確診冠病 因此在被迫推遲宣布 西山穆丁指出 治理過渡至地方性流行病階段 還需要等一到兩個禮拜 屆時現有的防疫標準作業重置 將會減少到一個 西山說近期會公布的防疫措施 包括教育民眾 自我檢測和追蹤政策 接著有政治新聞 一黨內部鬥爭在升級 此前網絡流傳一段疑似中委 穆哈默·凱魯丁批評黨主席領導能力的談話錄音 來到今天 黨主席哈迪安旺證實 凱魯丁已經被撤回中委的黨職 哈迪安旺拒絕說明真正的原因 並指撤回凱魯丁黨職一事 是由總秘書執行 哈迪安旺補充任何不遵守紀律的人 都可以被勸告撤回或撤換職務 甚至可以被凍結或撤銷黨籍 他也強調被票選領袖在任職期間 被撤換或割除職務是常見的事 而凱魯丁在兩個月前輸了黨選 但依然受委這個黨職 結果短短兩個月就被一黨炒魷魚 換個焦點 馬華和行動黨 因為儀保洞瀉神廟課題 你來我往 鬧得不可開交 火箭日前要馬華別泊髒水 但馬華依然搖緊此事 發言人張又全就促請行動黨 不要把已經解決的課題政治化 同時他也要行動黨出面交代 到底跟大臣談了什麼 其實我們的態度很簡單 如果這個事情可以在2D局就解決的話 就沒有必要把它帶到更高的級別這邊去 但既然說這個事情已經驚動了 有人用這個字驚動了州務大臣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跟州務大臣這一邊 跟這個State Exco這一邊來去繼續的配合去洽談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行動黨 在野黨或是有任何的有心搞局的朋友們 請停止這個行為 新聞結束之前歡迎訂閱百合 收看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